这十二种人最长寿,有你吗? 一,糊里糊涂者,长寿 二,自然入睡者,长寿 三,腹中食少者,长寿 四,心中食少者,长寿 五,浪漫乐观者,长寿 六,老来威寿者,长寿 七,饶人白人者,长寿 八,胸怀宽阔者,长寿 九,顺其自然者,长寿 十,知足常乐者,长寿 十一,少思寡欲者,长寿 十二,凡腰带短者,长寿 长寿顺口溜,好好活,向前看 一年还有三两万 不眼红,不攀比,不要自己气自己 少吃盐,多吃醋,不打麻将,多走路 十点睡,五点起,早睡早起,好身体 一天要吃三顿饭,七八分饱寄心间 凡是心情争脑后,心气平和睡个够 山珍海味不稀罕,夏宴三寸谁看见 青菜豆腐加粗粮,简单省钱保健康 不要闲钱挣得少,就怕命短死得早 生命健康不回头,一将春水向东流 官大全多真微风,一样多尽高烟葱 健康长寿世中心,糊涂潇洒两桶精 忘掉年龄,忘掉病,忘掉怨恨最聪明 施恩不要求回报,甜淡宁静心宽敞 爱心常在少许念,健健康康又快活 再送你几句大实话 一,人啊,能爱就爱吧 几十年之后,一个石碑就是人生的终点 你占你的,我立我的 再好用的QQ,再好看的博客都看不到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在服务区了 二,人啊,能聚就聚吧 几十年之后,一个土坑就是人生的归宿 你疼你的,我睡我的 再方便的微信,再好用的默默 都搜不到附近的人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没有流量和WiFi了 三,人啊,能逛就逛吧 几十年之后,一个木盒就是人生旅游目的地 你握你的,我握我的 再美的风景,再浪漫的季节都感受不到了 因为我们都被孝顺在一个不到五十公分的黑洞里 四,能吃就吃,能喝就喝吧 几十年之后,就算你还坚强地活着 也是鼻涕饮水的 再香的美食,再好的营养品 再纯的美酒 也是想吃咬不动,想喝咽不下 就连最好的酒也品不出味道了 五,人啊,要相互珍惜 见一面少一面,吃一顿少一顿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 不要争执,不要斗气,好好说话,互相理解 世上最经典的一句就是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 弄丢了,上百度也找不回来 上搜狗也搜不到了 人生就这几十年 尽量少留下点遗憾 至我的朋友 写得太好了 句句入骨 发给朋友们读一读 他们一定也会赞赏喜欢的 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劲爆视频 而且是免费观看哦 首先呢,我们打开微信 点击小家号 选择添加朋友 选择底端的公众号 我们点击之后呢 输入微信公众号 PE3353 点击搜索 点击更多搞笑视频 我们进行关注 关注之后呢 选择进入公众号 进入之后呢 选择底端的劲爆视频 接下来 恭喜大家成功进入了 我们免费观看的页面了 这里的视频呢 都是劲爆小视频 而且全部是免费的哟 免费的 想看的朋友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公众号 PE3353 PE3353